我们真的国内教练是比国外教练差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可能只是欠少机会 我退役的时候 没有人请我做中超的主教练 也没有人请我做中假的主教练 我是通过努力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也不相守平了 这场比赛就是三分 本来我们是你的队友 我们也不能够健上 我们当天的精彩 一定要他们操作 我们是英式党练成的 我们也不乐于来自新闻练 我们也不乐于我们的队友 我们都比树一样 我们也不想守平了 这场比赛我们就是三分 我们是三分 我们也不想守平了 我们就要捍一万人的队友 一部分医疗机构发现 结诊的多例 实验室典体一种 与新冠军会关联 2020年 中假军赛争三会 18支球队将在成都 成州和美洲 2020年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一时间 各行各业都陷入了停摆困境 不出意外的 包括五大联赛在内的全球赛事 先后宣布无限级停摆 甚至下一个赛季的存在性 也被划上了问号 8月26日 中国足协官方宣布 新赛季中假临赛赛程 18支球队 两个阶段 三个赛区 封闭比赛 赛会至 2020赛季的中假临赛 将以前所未有的面貌 重新回归 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 还是要留在这个赛程 留在这个级别赛程 中国一句古话叫做 广积粮缓称王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目标的 这位号称广积粮缓称王的主教练 赤礼一 他以一句天亮文 分明中国作坛 球员时期的他拼出妙语 他挺直的 他挺好的 有什么说什么 挺梗的 有时候看他新闻发布会 有时候也惊着我 作解说 上综艺 莫名其妙火了的李毅八卫 退役后 李毅大帝的名号火遍全网 如今 四川九牛幽闭选 成为了他重返左坛的下一站 目标 我说12名之上 第一名是12名之上 所以说目标是很高的 谢谢 这位很讲究说话指导的主教练 是谢辉 拥有八分之一英国血统的上海人 还有这个什么 号称八分之一这个英国血统 就给人的感觉他 怎么说呢 就比较open 明显的就是说 他跟我们交流的方式是不一样 谢辉成名于上海深花 也在德国足坛留下自己的印记 退役后 在上海上岗做了多年助教 并在三位世界名帅身边学习 今年谢辉第一次出任主教练职位 他选择了去年在中甲艰难报级的南途之云 两位性格迥异 各有报复的少帅 同时在特殊的2020赛期 开始了自己的中甲教练首秀 这次比赛 因为特殊的情况 我们差不多已经是史上最长的一个备战期 小半年的时间 大半年的时间 来准备这个联赛 南通之云的第一场比赛 被安排在长州工学院 33天十轮的魔鬼赛程就此打下 谢辉的主教练首秀 将迎来新疆雪豹纳欢的挑战 每一个开始其实都是有这种非常激动的心情 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另外一个起点 然后就非常的期待明天这场比赛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20与20赛季中甲年赛 长州赛季第一轮的比赛 咱中心民被放新疆土豪纳欢 都放在上面 已经正式开始了 大家都认为这个比较弱 像新疆这样的球员 他已经在中甲有六个赛季 每年都说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个是一定是有道理的 我们球队没有一个球员 可以说有他们其中的 大多数球员的这种中甲的经验 好 这说的话 主裁判是吹响了两支球队 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0比0 南同志云在上半场占优的情况下 始终不能打破僵局 全华湾出战的新疆队没有让他们游击可乘 谢辉的首秀遇到了挑战 下半场刚一开始 南同志云制造了对方一地点球 球队核心徐俊敏当仁不让地站上了十二码点 几个赛季前 徐俊敏还作为U23球员 代表申花征战中超联赛 后加盟上海身心 逐渐成为球队核心 本赛季追随谢辉的脚步 来到南同志云 他将承担更多的重任 中超当时还是要一张 U23就是多一点 那时候也比较年轻 然后我觉得自己自信心不是很足吗 后面通过这几年的比赛 然后各方面积累啊什么的 在自信心心态啊 经验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 一球领先 南通逐渐踢得游刃有如 86分钟 南云骑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谢辉有惊无险地 收获了自己的真假首胜 这么长时间没有联赛 我相信在任何一个运动员也好 教练也好 还是这个工作人员也好 大家都缺少比赛的节奏 从传球的主导性啊 成功率 还有前场这个进公路这个 三四米区域的各个数据啊 都是占优 应该说我们应该是配上这三分的 谢谢 谢辉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三分 而李懿和四川幽闭选 则和开门红无援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也做好了艰苦的准备 确实踢得很艰苦 包括我们很多年轻的队员 其实第一次站在中甲的舞台上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为他们感到骄傲 他们今天其实踢得非常地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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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在最后一下需要去解决问题 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后面可能还会加强训练 我觉得我的队员今天真的挺棒的 比我想象中踢得好多了 而且这个足球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其实今天我们丢了两个球 给我一个脚球 一个是点球 这两个定位球 而且对方的这个 一个强力的中锋 确实给我们后方线 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威胁 无论输赢 密集的赛程容不得任何球队 骄傲或是沮丧 短暂的休息日 是球员们难得的放松时刻 对于消耗巨大的他们来说 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这边 四川队三两一伙的已然开始大愧多 而另一边的南通球员 则还在等待一个开饭哨 很多球队是这样的 不知道 我学来的 欧洲学来的 正如谢辉所说 他乐于学习 学习属于足球世界里 强者的一切 我认为他们做的应该是 离正确的 所谓正确的东西近一点 所以我看应该这样 那我就这么做 一个特别的工作 我真的不喜欢 叫做一个工作 因为它是只有一个工作 这就意味着 我们不太爱 我认为我们的大多数人 我觉得我们 首轮高负的四川优臂选 来到长州工学院适应场地 第二轮 他们的对手 是去年中甲联赛的第四名 黑龙江FC 那可能今天 因为下雨也没法适应这个场地 然后您觉得这块场地怎么样 是一个大学的场地 包括 刚才我上去看了一下 它胜水可能 不是特别好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 如果明天要去下雨的话 可能对我们来说 可能不太有利 因为我们这次球队 可能还是以脚下为主 看看林帅 再分 漂亮 倒三角 跟上去再打 球进了 下方场比赛39分钟的时间 黑龙江队 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他们1比0领先 四川优臂选 有可能对吧 现在开局可能不是太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往上好 其实这个队就是说 在两个月 是没有主教练 所以说 包括平时的训练 就是说他肯定不会按照 以前的这种步骤在走 现在我想把很多的东西都交给他们 但是就觉得 现在每天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时间 这个球队的班底 您说了是中营的班底 他是比较年轻的 去年上来以后 然后呢 我们已经进了一些有实力的球员 对我们像王松 就是上佳琪 对吧 这个是现在就是合成了一起 合成了一起呢 他们需要有一个磨合的时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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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觉到那一瞬间 其实什么都没想 射脚门就进了 就很兴奋 当时脑子是空白的 就有些队员是 你需要给他压力 但是呢 你需要什么 需要他反抗 其实我们是在之前 我们是有意识想压一压他 对吧 哎你压一压 能激发他的能量 确实是挺激发我的吧 一开始有的时候训练会 稍微松一点 但是压了我几次以后 特别紧张了 然后特别的抗分 本场比赛结束 最终比分1比1 双方打拼 感谢大家来到 长州赛区 再见 李嘉坚这位 李嘉坚这位合计是吧 合计 拼了两败就杀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 我们球队 应该说在中甲联赛的 第一个积分 所以说我们希望以后 我们的积分会越来越多 我们第一场输了 是吧 第二场我们平了 第三场我们争取 拿来我们想要的三分 今天这场比赛 也是我们球队 四川队在第三轮 并没有收获想要的三分 而南通也是连平两轮 第四轮 谢辉和李懿的球队 将迎来首次交锋 二 对了 大家比方这个 现在它是在什么位置 它的任意球是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下面就做好准备 有五个患性病口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起来 作为轮换 好吗 我看了一下 刚才我下来 我看了一下 我们应该是轮换次数 人员应该是60球队 应该最多的 我们总共应该有22名 甚至23名球员 都有出场的机会 很多球队 它不敢说是吧 那里面记住 他们敢说 他们30个人都提了 谁知道 也许他们做得对了 对了 谢辉其实应该老相似 他其实这几年 他一直在上榜吧 我觉得辅助这些名帅 其实我觉得 他应该是能够 学到很多东西 他挺直的 他挺好的 有什么说什么 因为我们都足球圈子 人一出来 他还是挺耿的 因为我觉得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说现在 所谓的这种年轻的教练 能够在这种职业 球队里面 能够就是有这种一席之地 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 过来这就是打仗 就说了 现在司令叫你冲 做错了 你也得冲 是炮灰 你也得走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些 所谓的这种 年轻的这种国产教练 中生代教练 也去给这些 证明自己 对我们是有能力 可以在这个职业队 甚至在顶级球队上 顶级连在那里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今天给您带来的比赛 是本三季中奖联赛 第四轮的一场较量 这是由南通之云 对战四川优比胸 好了 上半场的比赛开始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第四轮的一场较量 这是由南通之云 对战四川优比胸 对战四川优比胸 直接打门 打得很漂亮 直接往进去里面掉 这一下点球 对 这个应该是维迪奇的一个失误 他的一个禁区里面冒顶 结果把整个的这个防线给它换 开场的第九分钟 南投这边现在是1比0取得领先了 继续还是左路强突 确实左边是优势 就进攻这个优势方向 上半场四川队占据了控球优势 但并没有形成好的审门机会 李懿和他期待的首生还有一段距离 这是我来个两个位置 我是最老坏的 最老坏的 我们要被闪到 不是什么不行 是什么再回来一句话 我们再来 你让你说的吗 祝你期待 你给我这个男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不是这么难做 不期待的什么 给我这个男子的信息 真是转的还比较清楚 找中路的一点 是不是推人了 南投右路的传重手 这一下也没有打着 查加斯这个能力真是不错 打着后卫身上有一个电线 门架打着一下很关键 后脸到门前 再补 再补充 呃 这就是门将立功了 是不是 真的 本号 dgw 換下 31号 Essentially 건 4 is 市人民 五 我 还 下达 五 打架了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 我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说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叫背水一战 我认为十场球 从现在说背水一战 我认为一切都上早 背水一战 没有退路 所以说今天 我跟我们队员也这么说 所以说他们在上场 其实我们开场丢球很早 但是这帮尤其是年轻的球员 他们在场上没有放弃 正常的按照比赛去踢 打出了他们应有的这种气质 球队应该说离三分很近了 但是我们还是掌控了局面 四轮过后 南通之云一胜三平保持不败 位列第三 而四川队三平一赴 难求一胜 赛程将近过半 各支球队的鼓强计划逐渐门西 新外援的到来 将有可能改变长洲赛区的格局吗 南通之云的新外援 是来自巴西的前锋米歇尔查加斯 在四川队的比赛中 他在下半时替补登场 完成首秀 当你有球队 你没有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为了 冲队的比赛 你会有几个阻护 在前面 你会有几个阻护 或是什么样的 现在这些阻护 你会有几个阻护 但你会有几个阻护 当你会有球阻护 它是很快的 我有一些同性的表情跟他 因为他也有预估 大门 是很棒的谈论他在谈论的表情 因为我们明白表情的同样 我可以谈论他在英文 他很棒的谈论 2比1战胜新疆雪豹纳欢 比亚太队的将士们他们10踢11 0比1落后连续的逆转打进三球 最终是3比1击败了四川优比选 在第一阶段还剩最后三场比赛的时间点 四川队依然没有迎来自己的赛季首胜 尤其在第五轮他们曾1比0领先长春亚太并且多打一人 但却在短短9分钟内让对手连班三球完成逆转 李毅也在这场比赛赛后被推上风口浪尖 之后的两场比赛他们又先后占平昆山FC和黑龙江FC 第一阶段属于李毅和优比选的胜利还会到来吗 球队你成绩不好也不是说教练一个人的原因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有一定自己的一些因素 成绩不好可能他顶受承受的压力可能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大吧 李老他来队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学练过 对我是唯一一个可能就他来了之后我就开始就治疗 就直接就放假了就行了 他对我就是说的最多就是希望我的脚不要复发 所以他需要给我一个慢慢适应的阶段 希望我从10分钟到20分钟到30分钟 因为如果是头三场他就让我直接上九层 因为我可能剩下的10场比赛我都没法踢了 但是我在这里像跟十川这些球迷说一声 说给我点时间 觉得我会让你们会有重新的认识 认识这支球队认识我这个人 对如果我做不到 不用你们说我自己背包是我的 对吧 我不是来混的 我说七场没赢球 虽然说从全队到上下 大家都很压抑 感觉就是如梗在喉 今天我们把这个吐出来了 现在可以了 你们先吐出来了 还有什么 虽然很坚固很难 但是你们拿到了这三分 对吧 首先要感谢你们大家 没有放弃 对吧 我希望咱们能够 拿下来拿下来 然后带着 我们带着连生 去打淘宰赛 OK 好 八轮过后 四川队终于迎来首胜 这使得他们和黑龙江FC同击八分 排在第五位 四川队终于迎来 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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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之云则保持着 冲击赛区前两名的可能性 第九轮他们的对手 便是刚刚收获首胜的四川队 这三分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势在必顿 今天这个 那咱们是组队肯定 怎么 咱们组队 对对吧 咱们能穿蓝的包 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上午要跟他问问 但是前面订好的 那肯定不行 昨天追过我们练的是 驴尾 家琪 大鹅 那个谁 亚塔拉 那他虽然身高 不行 那驴尾底还行 那你就让他赞前点 他有点惊艳 咱们今天 咱们只有一个目标 咱们三分 所以今天 咱们开场 投十五分钟 咱们要给对方压力 我们把队心推上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这个区域里 我们尽量少半个 对方进了六个球 六个球三个点球 对吧 他运动战的进球 可能是比较弱 对吧 但是咱们尽量 还是少给他地面球 咱们上一场丢球 就是在这近距离 对吧 很随意啪 一个点球 场上上场 带着杀气 眼神里面带着杀气 对吧 告诉他们 这场比赛 我们是来拿分的 我们不是来混的 我们也不是想守平的 这场比赛 我们就是三分 对吧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二零二零赛季中甲联赛 第九轮 长州赛区最后一场比赛 四川英雅选对上 男同志云的比赛上场 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啊 他昨天不是那是跨了 还蛮有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他现在身体状态 那不容易 也可以说特别好 我们有可能就 现在全滑板 就等下板 就做后手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均武建树 决定全滑板出战的四川队 并没有在场面上 落入下风 那个啊 上半场说一下 你说对方有什么 除了第一位熊 对吧 还有反戏 对吧 咱们机会比他不多 整体来说还不错 现在上半场 我们也有个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在这船 对方上来压我们 对吧 我们在这船 我们包括两个后腰 在这也能接到球 在这也能接到球 但是呢 两下三下 我们直接训练 说得多 需要转移了 他对心他们全过来 只要我们转过来 那谁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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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要打拉上 那谁打拉上 那谁打拉上先休息 老师没用 放弃 围场比赛都是很艰难的 对吧 对吧 还是我们现在把防守做好啊 这进攻就抓机会啊 大致心点啊 来 死车 死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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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 四川队的几年亚前锋 莫罕默德亚塔拉替我登场 四川队的反击瞬间变得犀利 Vaccin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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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畘 加油 加油 给判断 加油 加油 ailleurs 加油 加油 这场球对我们很重要 我仍旧给前面的集团一个压力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 这就是足球比赛魅力 你有决杀决凭别人的时候 也有被别人决凭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足球 大家没有放弃 我就说了足球比赛就这样 进一个球其实不需要几十秒钟 一个球其实五分钟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足球时候有戏剧性的 就是我们队员其实在最后的时候 还是就是说想守 其实这时候还是需要控球 对吧 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足球 有时候也有运气的原因 最终第一阶段结束 李懿和四川队排在长州赛区第五名 他们将要去梅州赛区参加宝击组比赛 本赛季中甲联赛三个赛区的前两名 可以直接进入冲超组 而后四名则要分别进入宝击一二组 南通之云也没有跻身前两名 排在赛区第三名的他们 也将继续征战宝击组 不同的是 他们可以继续留在长州赛区 从头开始前面 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尊重每一个球队 不管是他前面有没有赢过球 就很简单 你看中超太达 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正如谢辉所说 保机组第二阶段比赛 将会是新的篇章 一切归零后的无场比赛 将会决定球队的最终命运 取得赛区前四名 可以成功完成保机任务 如果不幸 排名赛区后两个人 则会进入保机附加赛 最终产生两个降线人员 在将会比赛 幸福决定了 多年轻的球员 他会紧张 没有关系的 在下半场 是持有非常有效的 在上海时 大家是准备留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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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 来 先放 好 宇宙 前两轮联合新疆和贵州 第三轮占平辽民 2比3汉服人和 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他们只要占平对手 便能完成保际任务 他们走到现在不容易 还有健康 体非常好 很团结 任务完成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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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回来先回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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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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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队最终一比一战平为敌大 以赛区第三的成绩完成保际任务 李懿和他的球队最终迎来了如是重负的一盒 南通志云这边 在2比0领先的大好局势下 协会的球队连丢两球被对手追平 接下来的时间他们不能放松 一旦被对手反超 他们就将滑向降级附加赛 又是一脚世界钩 比赛第82分钟 志云琼文第三次被动穿 这一脚似乎也要动穿了他们留在终甲的希望 此时积分榜上 他们和江西连胜同击六分 但是在这一场的胜负关系下 南通志云将直接被对手反超 积分滑落至第五年 留给谢辉的时间就多了 留给谢辉的时间就多了 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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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彭 最终南东智云在第92分钟 也就是距离他们参加保级附加赛 只有三分钟的时候完成救赎 他们以赛区第三的成绩完成提前保级 在过山车市的比赛过后 谢辉和他的球员们也可以放肆一番 谢辉和他的球员们也可以放肆一番 谢辉和他的球员们 谢辉和他的球员们 我代表做练组啊 感谢所有的这些球员和工作人员 这几年说几实话 对于你们来说一年 但对于我来说三个球员 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所以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不容易 对吧 但是最后靠你会打拼下来 咱们的未来会更好 对吧 在这里我觉得要感谢大家 你们每个人都不说 你们都是纯洁善良 对吧 你们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咱们还要有共同的路标走 是吧 是无前例的2020赛季中奖造一段落 谢辉和李懿的中奖教练出子秀 画上了句号 胜利 失败 绝杀 逆转 短短几十天的时间 两名少帅的第一个赛季 绝对算得上充实 压力 流言 意外 惊喜 两名少帅的第一个赛季 同样充满挑战 未来的路 少帅们道足且长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该有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舞台 这样的历练 来大使拳脚 不是吗 我想现在中国足球的这种环境 我觉得也需要我们这些人 多去承担一些 中国足球呢 是在 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诠释 作为年轻教练的一个群体 我希望更多的是从自身去 让自己变得更新 如果给你一个球队 那你必须要把它带好 带好了之后 你才会证明自己 那可能每个教练就有 每个教练对足球的理解 每个教练有对管理球队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在训练场上 包括比赛场上 我是非常严谨 我是希望我的球队能够在 在这个不断的这种训练下 把这么高的一个 就是不断的进步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些 所谓的这种年轻的这种 国产教练 中生代教练 也去给这些证明自己 对我们是有能力 可以在这个职业队 甚至在顶级球队上面 顶级球队上面 有自己的一席之间 那个鸡汤的话 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啊 可能就是这样的 现在是timing 正好 时机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